NBA胡人隊球星Kobe旋風造訪寶島 今天就搭機離台了 趁著上午的空檔 Kobe接受媒體聯訪回憶生涯的經典戰役 沒有錯 那黑曼幫他回憶呢 印象最深刻的比賽 是他第一次和籃球大帝Michael Jordan交手的那一戰 神情愉悅走進來 週三晚上才結束籃球訓練營的 胡人隊一哥Kobe Bryant 沒有透露一絲疲憊 反倒把握時間 趕在搭機離台前和台灣媒體見面 儘管這兩年Kobe因為傷勢不斷 出賽場次並不多 但從他的體態就看得出來 黑曼幫持續訓練自己 準備好隨時回到球場 身為NBA一代霸主 Kobe為球隊征戰過許多重要戰役 不過談到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比賽 胡人老大選的並不是那些 為他創下豐功偉業的夜晚 而是菜鳥時期和籃球大帝Michael Jordan 第一次交戰的那場比賽 我覺得我第一次對Mightley Jordan 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我第一次對他比賽兩三次 因為那些比賽我學習了更多 在那些比賽我學習了他 所以我學習了更多 所以我學習了更多 在那些比賽中的比賽中 我覺得那些比賽中的比賽中 那是最好的經驗 深牙拿過五枚冠軍戒指 16度入選明星賽 Kobe深牙已經擁有無數榮耀 不過他仍然選擇在雙痛低潮後 再浮出 Kobe不只在訓練營讓台灣球迷看到他親切的一面 透過訪問也看到他的真性情 有電TV吳佳佑 吳明星 台北報導